可以用香港的食物 由香港人製造 然後給香港人吃 我喜歡吃水果 我想保留水果的原味 所以才會去做醬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去做醬 簡單來說 我從手到手都不吃醬 為什麼會去做醬 是因為有一次去北海道旅行 初初去做 我發現原來做醬 不是我想像中那麼難 我試吃的時候 我發現新鮮的醬 手工做的醬 味道是完全不同的 你又吃到士多啤梨的酸甜 吃下去說 原來很好吃 不是我平時在市場買到的醬 是一個契機 我可以說原來醬是這樣的 從外國讀完書回來 畢業之後 最初是做廣告公司裡的帳戶 就想不如再做一些穩定的工作 然後轉去做市場 又真的做一些普通的小禮物送給朋友 到為何會有不止果醬這個品牌的出現 當時是一個新年的民間活動 一班朋友就說 我們做一些食物在街頭 然後分享給街坊 他就說我沖咖啡 他就說我做麵包 我做餅乾 然後我想 嗯 那我做什麼呢 這兩個字其實很有 out of the box的意思 其實都在我和我 在設計我的口味裡 是有Echo的 做這個手工醬 我不是只做手工製作品 我覺得 喜歡我的醬 就是喜歡不只我一種客人 其實他們是在購買我的腦 就是我求私 我的設計 我在做醬裡面 我有一個堅持 就是可能一個醬裡面 我只會有一個水果 那一個水果 配搭著可能不同的食材 或者是不同的香料 我會用回本地有機的士多啤梨 我在農夫手上摺過士多啤梨的時候 我發現 其實那顆士多啤梨都脹黏 它是 表面有光環的 是很新鮮 你吃下去是鮮甜 好吃的 吃得用回香港的東西 由香港人製造 然後給香港人吃 我覺得可能在台灣、日本和其他國家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在香港似乎比較難 我覺得 如果我盡我可以的話 我也想用回香港一些食材去做 我覺得 如果你做小店買一些小的產品 要對得住客人 對得住自己的良心 選用的材料上面 其實都有講究 可能是糖 我發覺其實 Rosemary的味道很濃 它好像放進不同的水果裡 都好像會搶了水果的味道 我就有一點複雜 究竟是否要用它 但當我去想這個番石榴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個番石榴的味道很濃 其實它應該是可以 配合一些很濃的東西 我就想 然後試一下Mosemary 試一下 又試完出來 這個味道很OK 很有趣 我會形容 最後一個延伸 是 我用那個 在中文字裡 解釋是 我 子是兒子的字 其實想說的是 這一門手藝 或者手作的東西 其實是說 我兒子 我一天站在廚房裡 可能就是七、八個小時 甚至乎 我入瓶 入瓶好像覺得很簡單 但是無數次 其實很容易被 一個很熱的瓶 或者很熱的啤酒 去辣傷 甚至乎 你不停扭瓶蓋的時候 其實你的手都會受傷 這一門手藝 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我想背後很大 但貌程度上 是自己有少少毅力的堅持 我想這個地方 不僅是一個賣啤酒 或者做啤酒的地方 如果我覺得我的客人 他想買啤酒回家 其實他是喜歡吃東西 他覺得有些東西是特別的 可能他應該 貌程度上 對生活有些要求 那 我會想讓他 感覺到這個空間 是我對一個生活上的開望 我是Rosetti 我做手工果醬的